真妃一不留神被光绪一个偷袭拦腰抱起 光绪秒变大猪蹄 什么被压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挺起来 通常呢夫妻互动是男人事业的情侣表 这点真妃体会最深 这个男人往日倾洒于露 近来却龙马精神吃个没够 还不是因为那座压着他的大山松动了 内务府的太监呢鼻子最理 眼见太后驻一和元皇上要长大权 破天荒的踩了真妃的门 禀真主子这是内务府孝敬真主子的 这内务府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啊 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吧 真妃一脸得意 在这颗耀眼的真珠面前 她那领先于时代潮流的羊毛山都黯然无光 而接下来她这番话 那真叫真珠配真珠物归其主 皇后那边送什么了 禀真主子皇后那边没送 太后那边呢 太后那边也没送 就这智商多嘴就不说了 人家回答没送你还就真信 不管如何从明面上看 光绪就要独断乾坤了 可眼下的残局呢 实在是不能再差了 对日本两亿两赔款 压得朝廷喘不过气 连大臣的工作餐啊 都变成了米饭馒头和咸菜 对不住大家了 饭菜很简单 可诸位不知道皇上也吃这个 光绪的确不好过 就在他扒拉着同款大米饭时 一道上书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这道上书呢 除了让他振奋外啊 还有两点疑问 首先这本折子提名为 上金上第三书 那第一书第二书呢 再者 作者康有为 之前安排翁通和去见一下 怎么没下文了呢 其实啊 这两个问题都指向了一个答案 康有为的上书 被翁通和拦了下来 那为什么这第三本没拦下来呢 要说啊 如果不是翁通和开经济座谈会 没雇上这茬 这本啊 也照样到不了光绪手中 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 正是军机新贵荣禄 荣禄小眼一眨巴 又是一个小心思 他发现啊 举荐康有为 于公于私 都是巩固权势的好机会 于公呢 李鸿章早问过荣禄 最近京城里有人谈违心一变法 大展拳脚 朝廷尚未接招 不知中华怎么看 只要有利于江山设计 未尝不可 于私作为军机处空降领导 荣禄的地位啊 却十分尴尬 看老油条翁通和 有茶喝有人舔 他呢 一个被大家孤立的光杆司令 甚至想做点事呢 还时不时被翁通和 按在地上怼 累死他 还有 上次翁通和 鼓动一时 弹劾小战新军 表面上是针对袁世凯 其实呢 就是冲着他来的 虽然荣禄最终狡猾的 倒逼袁世凯 杀掉马三郡 成功化解了危机 还促使地方上的袁世凯 便捷到自己一方 可他在军机处的处境呢 仍然被动 这个后党骨干 时刻警醒着 光绪一旦掌权 自己极有可能被翁通和 再次排挤出权力中心 于是呢 他采用了空降领导 快速培养嫡系势力的通用做法 招人 借新势力 平衡 甚至打压翁通和 综合考虑 跟翁通和素有梁子 又狂娟不堪的康有为啊 再合适不过 而他的这种私人目的 又有上得了台面的理由打掩护 简直是老狐狸无疑了 果然 光绪很快征得慈禧同意 重用康有为为心变法 可在此之前啊 他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翁师傅 投两份上书呢 臣早就备好了 为什么不成给朕 呃 康有为语多狂悲 什么 狂不狂的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皇上 别逼逼了 请翁师傅给朕取来 皇上 朕要看 臣尊敬 眼瞅着翁同和被光绪训斥 容陆啊 心里犯嘀咕了 这老小子要是知道 我变相的打了他小报告 就他那小心眼的德行 不还得搞我啊 正想着 光绪开始统一思想 昨天 太后对朕说 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 我大清变法之事 朕可自为之 言外之意啊 是我拿到授权了 你们这些后党的 从今往后 都给我老实点 光绪呢 故意提高了嗓门 仿佛要让全世界都能听到 可他这围着容陆 转半圈的走位啊 实在很风骚 而更风骚的啊 还在后面 我大清的朝政 不变不行了 我大清的积席 不改不行了 可这政该怎么变 法要怎么改 你们大家都要禁言 不可敷衍色泽 光绪这表情啊 简直绝了 虽然面向群臣 背对容陆 但容陆真实地感受到 这小子明显是用后脑勺 来威慑自己 奴才领旨 恩尊旨 而光绪虽然对翁同和 拦截康有为上书 有一丝不快 但始终啊 还是信任他的 可这位最忠心的老师 近期的一系列迷之操作 实在让他匪夷所思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 自从光绪被报警公 当了皇上 别了爹娘 是他尊尊教导 撑起学生的精身几粮 光绪亲政 慈禧揽拳 受制于人举步为奸 是他不离不弃 站稳学生的坚定立场 他快乐着学生的快乐 他痛苦着学生的痛苦 家务战败 光绪自责 是他用三寸不烂之舌 为光绪开脱 皇上你啥也不用说 全是李鸿章的锅 可他呀 就是有个毛病 心眼太小 当初李鸿章下野 为了和徐童争夺 李鸿章的空缺 他借康有为的两本书 引起了光绪的注意 可真等光绪要召见康有为时 他却跟对手徐童 穿了一条裤子 皇上召见此人 臣却是赞同徐师傅的看法 皇上您见他不符合规矩 翁童和这点脾性 也难怪慈禧说他 从来就是对人不对事 那问题来了 翁童和为啥这么不待见 一个多次落榜 如今才是小小六品官的康有为呢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出于对康有为的忌惮 他骨子里认为 康有为这个人 不仅不会成为他的人 相反 这人野心极大 一旦进入核心权力层 必将把自己这个八字不合的人 打压下去 所以啊 当光绪让翁童和 代为接见康有为时 他嘴上答应 私底下呢 却查封了康有为的强学会 强学会 讥讽执政 藏匹人物 邪嫌妄议 独乱臣兵 特命步兵统领衙门 查超该会 着迹延尽 什么 抄了 是啊 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说 查超强学会 封的是军机处的命令 而就在康有为走的时候呢 他又细精上身 光脚不穿袜子 上演一出 蹩脚的跃下追寒信 此外 利用植物之变 更是拦截了康有为的两次上书 直到这次 荣露趁他不注意啊 把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捅了上去 终于只抱不住火 这个老头第一次 在学生面前撒了谎 臣没见过康有为 不对吧 翁师傅 朕记得你见过他呀 你还跟朕说 他的才干剩你十倍呢 臣自发现康有为乃狂辈之徒 就 就再也没见过他 光绪的表情呢 流露出狐疑失望 决定绕开翁同河 传指 卓康有为迅速来京 朕与本月二十八日召见 就在翁同河走出东暖阁时呢 荣露还想解释一番 可翁同河啊 静止走了出去 丝毫不买账 他不知道啊 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早有人看他不顺眼 只用一句话 就把他打趴下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聊 而在数次上书 石沉大海后 回广东交书的康有为 终于等来了光绪赵剑的通知 作为举荐人呢 荣露本以为能成为康有为的贵人 可不成想 朝堂上康有为一开口 就彻底脱离了他的控制 不到在此谢过各位了